谁啊 真不是我多心啊 你怎么又来了 什么意思啊 你最近频频来骚扰我 是有什么原因吗 我疑惑呀 整得跟初恋情人似的 你还真没多心 还真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有多重要啊 我能进去吗 坐稳了 稳如泰山 说 我想要一个孩子 你想要一个孩子 领养啊 自己生 等等等等你等会儿啊 你让我努力地反应一下 你是说你想 自己生一个孩子 是 什么理由啊 怎么这么突然啊 你跟谁生啊 有新男朋友了 这个岁数有那么容易生吗 姑娘 你吓死我了 我有这种想法 其实很简单 一个人生活的冷清 离婚女人的心态 失败婚姻 带来的挫败感 会让你 有一种淹在水里 往下沉的感觉 自己的精神状态 自己明白 我这样下去 永远都不会快乐 也许要个孩子 会恢复往岸上爬的勇气 也许孩子就是我的救生圈 有点明白 生小孩的时间不多了 才会有的着急和感悟 你先等一下 对不住 姐 两年前 你怀孕 我态度中立 你为什么不要 现在你又突然想要孩子 我真的想不通 婚姻危机 你恨我 我恨你的日子 怎么可能要孩子 你是说 离了婚咱俩的感情反而更好了 起码轻松了 你没有恨我的权利 我也没有恨你的权利 没有了婚姻的折磨 日子过得无精打采 然后想要个孩子 你的理由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下一个问题 孩子的父亲 选择好了吗 我希望是你 怎么了 吓着你了 什么叫吓着我了 我差点没晕过去 你等 等 等会儿 让我努力地平复一下 你详细跟我说一说 为什么要选择我 做你孩子的父亲 我知道某个城市某条小巷 某个季节某个清晨的阳光 你会像我一样想起那些不经意的日子 而如今地成为怀念的过往 叢 谢谢 reaches 软枪 身边 是 你会像我一样不却stellen 均匀 而我爱必死快的人 干杯 我喜欢中国的酒 谢谢兄弟 你所有的疑问我都阐述完了 发表意见 做个决定 我坚决反对 你是反对我生孩子 还是反对你做孩子的父亲 都反对 理由 你得了离婚综合症 这并不新鲜 你想通过生孩子来走出困境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副药 这是一个冲动 因为以你的性格 生下孩子之后 你很有可能再犯产后抑郁症 你真够悲观的 还有 我做孩子的父亲 真的合适吗 我们彼此伤害 伤口未愈 匆匆忙忙去生一个孩子 这对孩子和你我都不负责任 行了 别说了 咱们不谈了 我被你吓坏了 脑子已经不转了 挺疯狂啊 我也用那疯狂这个词啊 可景雅说 不到四十岁的女人生孩子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是 我的惊恐万壮不是说他要生孩子 是他想要你做他孩子的父亲 白志勇 他决意要跟你离婚不到一年 当时的绝情还历历在目 如今又情意绵绵地想要跟你造小人 生孩子 这个前妻她的精神状态 没问题吧 问了 也观察了 没有啊 挺正常的 小蕾 爸爸挺好的 要多吃青菜 少喝甜饮料 在学校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要不然你的鼻子又该流血了 还有啊 写语文作业的时候一定要用手写 不能用电脑写 知道吗 爸 你怎么说话现在越来越像我老了 碎碎叨叨叨的 像个女的 爸爸是希望你能够照顾好自己 妈 别老给你妈添麻烦 要学会心疼妈妈 吃完饭之后要跟妈妈一块刷碗 妈妈 还有你记住了 你长大了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要坚强 因为你是个大姑娘了 知道吗 妈妈 你怎么了 黄大厨 你怎么跟平时说话不太一样啊 好肉麻呀 出什么事了吗 好好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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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就是 就是太想你了 说话颠三倒四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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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 爸爸 我也想你 再见 不说了 配上生驰鱼 加上大蒜 还有 咱们带来的自制腌料 试验一道凉菜 试验一道 这个食材 加上四川剁椒 鲜麻椒 带鼠肉 爆炒 师傅 怎么了 师傅 是不是没睡好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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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找个地方坐一会儿 您这样不行 来了快一礼拜了 天天不早睡觉 您就是铁人也盯不住啊 想睡 我也要能睡得着才行啊 要不给师娘打个电话 让她和小蕾来看你 晚上 晚上 把你们俩屋里那瓶白酒给我拿过来 看来托尔斯泰说的也不全对 不幸的家庭也有相似 我们俩的婚姻就很相似 但我不会抱怨 婚姻出现问题肯定不是单方面的原因 我前夫虽然在我们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有了第三者 但我也有责任 我欣赏你的宽容 我没有你那么大度 我被男人伤害过 我被男人伤害过 所以想找一个 像你这样 安厚善良 善解人意的男人 谢谢 谢谢你对我的评价 人刚接触嘛 肯定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对方 但是有虚伪 也有假象 你很坦诚 要不晚上 我们就在附近吃饭吧 算了吧 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那么磕头 这儿吃饭多贵呀 大家挣钱都不容易 是不是 要不下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这边